雖然諾逐漸逼近臺灣中 清晨八點強度減微中毒颱風 但暴風圈一夜漲胖 達到250公里 還在持續擴大中 氣象局二號早上八點三十分 發布海上警報 目前的路徑预報不變 怕暴風鏡再持續擴大的話 氣象局最快可能在今天午夜 也不排除會發布陸上颱風警報 截至中午為止 雖然諾以每小時六轉十一公里的速度 慢慢向西北轉北前進 暴風圈未來可能擴大到 三百公里 邊緣掃過東北角 也因此發布陸警的機率再升高 同時颱風近中心最大風速 每秒四十八公尺 可能加來的強風豪雨不容小覷 路徑不變移動速度也不變的話 9月3號的凌晨左右 或者最快在今天深夜的時間點 可能還是會針對我們的北部陸地 發布這個路上警報 颱風是一個低期 它會把這個海面下一些冷的 這個海水帶上來 所以就會讓這個海溫降低 所以它結構就會稍微會減弱 目前它整個雲系的環流 在北側的結構並沒有那麼好 暴風圈若在擴大 台北宜蘭基隆最有可能與宣蘭諾接觸 發布陸上警報機率大增 氣象局也表示 減弱為中台的宣蘭諾 未來仍有可能再度增強重返強臺 同時外圍環流帶來豐沛水氣 這項氣象局針對八線市發布好雨特報 包括基隆 雙北 陶竹苗等地 預測雨量24小時內平地最高250毫米 山區會到340毫米 晚上8點以前降雨就是在北台灣 相對是比較明顯 尤其是在雪山三昧西側 新竹以北山區或苗栗以北山區 這些地方 可是到晚上8點之後 我們發現除了北台灣降雨持續之外 另外連中部山區剛提到的 台中或是南投雲林這些地方 下雨的情況也會再明顯起來 東北角包括宜蘭基隆 已經開始出現間歇性雨勢 東部沿海地區風浪也逐漸增大 可能出現5到6米高的長浪 提醒民眾隨時做好防台準備 進行我甘免心的預測彩虹報道